政府早前因為疫情宣布大規模人道毀滅全香港寵物店的倉鼠 有不少人隨即選擇棄養 獨立倉鼠義工Sophia創辦的《掌心生命》香港倉鼠關注協會說 政府公布倉鼠染疫的消息之後 短短一日他們已經收到近100宗棄養個案 他們呼籲自主冷靜和理性分析 不要隨便棄養 尊重每隻小動物的生命 協會提醒 瘡鼠體內是不會自己製造病毒 唯一接觸病毒的途徑是人類 所以在攝市日期之前買的瘡鼠仍然是健康的 至於之後買的 自主就要多注意它的身體狀況 如果瘡鼠出現明顯上呼吸度感染症狀 就應該盡快向獸醫求助 不要輕易棄養 康鼠的問題在香港其實很嚴重 我可以說的數字大概是 我現在一個月可能平均都有接到30隻棄鼠 但是有些月份再嚴重一些的話 可能再數量會再多一些 但是我只是一個人而已 還有香港很多獨立義工所接的數量加起來 其實那個數字是遠遠超出我們預期的原因 現在我普遍接觸到的棄養原因 第一個就是沒有了解清楚它的樣子 第二個就是家長不同意 第三就是移民 現在移民潮 瘡鼠是很少人會選擇和它們一起移民的一個小動物 其實瘡鼠在香港的棄養問題一直都很嚴重 Sophia認為 和缺乏基本的瘡鼠自養知識有關 因為香港對於瘡鼠的知識實在太缺乏 其實瘡鼠在香港的棄養問題一直都很嚴重 基本上有很多人都不會知道 瘡鼠的正確治養方法是怎樣 就是覺得 這麼小的瘡鼠 我不需要那麼多空間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它的知識普及程度 沒有貓狗那麼好 其實這樣說 瘡鼠幾隻放在同一個籠 你不會覺得有問題 但是如果我告訴你 有人養貓 家裡沒有裝貓網 還要開大個窗 你會覺得有問題 其實就是瘡鼠對大家普遍的知識度不夠 然後就變相氣養或者虐待各方面的東西 大家都會相對沒有那麼著緊 而且瘡鼠對我們來說是屬於一種便宜的動物 雖然瘡鼠只是一種用十幾二十元就可以賣到的小動物 但是致養牠們的費用其實可以用上萬元來計算 對於Sophia來說 生命的價值不是看牠值多少錢 她認為每一個生命都是無價的 我又在活動上也有告訴大家 那個費用養一隻瘡鼠 整輩我當作三年計算 是差不多兩萬元起 去到五萬元不等都會有 不是一隻瘡鼠幾十元 你就覺得它是幾十元的費用 牠的一生是一個很高的價值 對 你有沒有一些可愛可愛的寵物相片、影片 和溫馨動人的無牌故事想和大家分享? 又有沒有關於寵物的資訊想多些人知道? 馬上報料給我們無城城MOSITY 無論Email還是Inbox給我們都可以 尊敬 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